在黄道十二宫系列里 一般只要青铜开始觉醒气感 黄金就开始惊讶发慌 然后大招对决被打败 看到最后教皇听的决战 先是狂越星星和一挥 打得简直惨不忍睹 当然青铜被打是很常见的 不被打那才不正常 但是最后康复的雅典娜救火小强 带着黄金一路杀上叫黄青 先是三小强爆发 子龙兵和和顺开始爆发的时候 穆就在一边评论 他们已经开始觉醒气感 撒家也惊讶地表示 对方不像是快死的人 也就说这时候的小强 即使无法当场击败黄金 威力也足以大伤黄金级别的对手 但是这三人合力一招 居然被启用自身小宇宙 设置的屏障一味地给改变攻击轨迹 随后反弹打倒这三个小强 然后星星开始爆发 一招超强的刘星拳 把撒家打飞到空中 众黄金惊讶地表示 星星引发了宇宙大爆炸 就在大家都以为撒家必死无疑的时候 居然安然无恙地掉下来 不见一丝狼狈 大家都知道AE的威力 匹比宇宙大爆炸 也就是说近似宇宙大爆炸的威力 也无法击杀撒家 可见其防御确实超群 但是撒家面对AE 如果不是靠领悟发干 才能免运死的话 估计就要当然灭盘了 我知道很多沙迷 又会拿冥界十二宫来说是 其实即使在冥十二宫 撒煞几次交手都平分秋色 卡妙和修罗前期基本没有出手 直到双数远礼 撒家也不过只是对修罗展露一下有事 这里修罗是否留守 还不得而知 当卡妙加入战局就立马逆转 落于下风 随后被撒家一招一次元送走 其实撒家要是狠狠心用心报 撒家即使不死也基本重伤 撒家也不过占了先手的优势 撒卡修太末计 以至于害了自己 如果把撒家换成牛格 或者别的黄金 有机会发出自己超强的一招 同样可以当场将三人打成重伤 甚至击杀 这里无法体现谁抢谁弱 只能证明一件事 即使是撒家这样排名考前的黄金 也没有办法同时应对另外两名黄金